黎苏苏自从转世到叶熙悟身上后 但抬进对她的态度就改变了不少 甚至为叶熙悟生出了情思 本想着两个相爱的人好不容易终成眷属了 编剧却在关键时刻给剧情插了一把刀 当初在《般若福生》中 圣女天欢在背后各种暗箱操作 已经让观众心有余悸了 好不容易等到桑九将其杀害 想不到叶冰长竟然黑化了 因为嫡树有别 让叶冰长对叶熙悟早就产生了恨意 本想通过情思 得到淡台禁的眷恋 想不到连淡台禁都被叶熙悟给迷惑了 家人也就罢了 连男人都不留给自己 叶冰长再也绷不住 直接在叶熙悟主的粥里放了毒药 给他最敬爱的祖母成了一碗 还想看到叶熙悟亲手毒死丈夫的画面 说来也讽刺 叶熙悟的厨艺一向都是糟糕的 可唯独这碗甜粥 竟然被他做成功了 可惜的是 这粥被他放了迷药 大姐也着实添了不少精髓 在观众眼里冒着绿泡泡的白粥 自然也成了淡台禁与叶熙悟误会的开始 直到祖母的突然暴毙 再加上被傀儡树操控的叶熙悟 亲手杀了萧里 观众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对淡台禁的爱如此虚伪 明明嘴上说要好好保护淡台禁 甚至为了能跟其厮守一生 连灭魂丁的计划都可以暂且搁置了 可门心自问 叶熙悟当真信任过淡台禁吗 明明是自己的那晚周出了问题 害死了祖母 然而叶熙悟却把所有的罪过 都强加在淡台禁一个人身上 甚至一度认为 淡台禁是为了报复自己 所以才害死祖母的 可如果淡台禁真的想要动手 大可以不必把叶家人接到锦国来 更不必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就算叶熙悟犯了错 淡台禁也从未想过要伤害他 然而叶熙悟却为了一个萧里 三番两地去挑衅淡台禁的底线 直到萧里被自己亲手杀死 叶熙悟这才发觉 淡台禁一直都是自己认为的那个小魔神 而且从未改变过 然而淡台禁的变化 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如果叶熙悟能够跟他好好过日子 别说魔神了 就是成神 想必他都是不情愿的 因为淡台禁是个典型的恋爱脑 只要能跟叶熙悟白头偕老 什么代价他都愿意付出 可淡台禁的这颗心 终究是错误了 因为叶熙悟从一开始 就对他抱着偏见的态度 而且从未改变过 但凡有任何不好的事情 叶熙悟从来都不会问清前因后果 还把所有脏水都泼在淡台禁的身上 这是爱人的表现吗 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叶熙悟又凭什么说爱 就算淡台禁将来成魔了 那也是叶熙悟给逼的 毕竟他是如此单纯的一个人 甚至一直秉承着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态度 怎么就不能洗清小魔神的命运呢 但愿叶熙悟能好好反省一下 到底是他错了 还是淡台禁本性不改 对 淡台禁本性不改